哈喽大家好,我是真君,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讽刺人性的黑暗短片 三分钟看人类如何毁掉地球,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50万年前人类诞生了,看着世间万物一切是那么的新鲜,让人好奇 人类走着走着看到了只小虫子,小虫子呆萌的趴在那里 人类突然高高跃起,将虫子踩个稀巴拉 人类比了个胜利的手势,毕竟物竟天择,适者生存,没有办法 人类继续溜达,看到了两只蛇,将蛇套在脚上一双蛇皮靴,就诞生了 帅气,有了皮靴,人类继续溜达,又看到了一只野鸡 拉来毒习惯,毒死了野鸡,再撒上油炸粉 碰刃前还不忘把野鸡当篮球,捉弄一番 卸下油炸鸡腿,一边走一边大头躲衣 溜溜达达又遇到了一只小羊,小羊好萌好可爱 怎么可以不吃掉它呢?随手掏出砍刀,削断了羊腿 剃掉了羊毛,继续向前走了起来 掏出枪击落了天上的大燕 Yes,一枝没辣,百发百中 比了个胜利的手势,没有办法 谁让物敬天择,适者生存呢?继续向前走 不远处有只海豹,掏出大棒,一棒子敲晕 拽下它的皮毛,穿在身上 身穿皮革,人类感觉自己的气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而且还没死透,仅剩骨架的海豹,还在那里呆呆的站着 承受着痛苦,突然远处奔来一只大象 人类拿出魔法棒,巴拉拉小魔仙,变 大象被变成了一架名贵的钢琴 人类弹出优美的乐曲,陶醉在其中 大象先生你并没有白死 因为你为我们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陆地一浪够了,人类便坐上轮船,准备去海里浪 湛蓝的海水,人类总觉得缺点什么呢? 对了,缺合肥料和垃圾 在向海里排放了无尽的垃圾后,人类顺带着 把被污染的鱼儿们捕捞上岸 继续向前溜到的人类看到了土拨鼠 掏出枪,蹦死 又看到了棕熊母子 大熊被做成了装饰品 小熊呢,被关进了动物园 而面对凶猛的老虎,人类同样不虚 三下五十二,就将老虎给踩成了肉饼 做成了毛毯 老虎你怪不得人类 毕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接着人类又掏出了魔法棒 一边跳舞,一边挥动起来 人类先是将森林都变成了纸张 接着又变出了高楼大厦 汽车飞机 最后变出了向天空排放毒气的烟囱 和向海里排放污水的管道 然而人类并不满足于此 开始化身为科学家 对其他物种做着恐怖的化学实验 最后人类狂笑着走上了 由人类自己堆砌成的垃圾堆上 举起双手,振臂狂呼 终于征服了世界 看着满是垃圾堆的地球 人类满足的坐在了王座上 幸福的抽起雪茄来 不知过了多久 一艘飞碟造访地球 外星人看着堆满垃圾的地球 恶心不已 厌恶的将人类拖下了王座 踩个稀巴烂 人类临死前不敢置信的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外星人头也不回 只丢下了一句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